好了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摩和沙 感恩尊敬的卢台长师父 我们的乐障自己悲 我想请师父帮忙看我儿子 2008年 叔叔男孩 出生两个月 发现心脏血管畸形 比正常人缺一根血管 两个多月时 做了两次手术 用人造血管代替 三岁又做了一次手术 请台长师父帮忙看一下 什么原因 首先告诉你 它是先天性的骑行 对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 就是佛法上来讲 它是带着业障 到这辈子到人间来受苦的 对 它从小就会受很多苦 对 对 师父 我看他呢 他的这个小心脏呢 跳得还是蛮有力的 只是血管上不来 然后呢 其实这个病呢 当时呢 你们不要来不及的 左动手术 右动手术的话 随着他孩子的年龄的成长 他这个血管内膜壁啊 他这个血管呢 还是会长大的 就虽然少一根 但是其他的会弥补的 但是就是因为医生都是这样 一看见不好的 马上要夹弄 你不信你去问问专家医生看 对 师父 因为第一次诊断的时候 医生诊断错了 看见了吗 师父厉害吧 现在你们看到师父厉害了吧 所以我告诉你们 有时候医生的话 你们也要好好的多听几个医生讲的 诊断错了 一刀下去 接下来第二刀第三刀又出来了 明白了吗 这个真的是麻烦 他一天里面动了两次手术 很可怜的这孩子 他现在的心脏 我看有异物 就是说我因为眼睛 现在看毒疼呢 血的地方呢 我看出来都是泛红的 淡淡红的 但是呢 有两根呢 是白的 也就是说 他现在心脏里面装进去 不是心脏 可能是假的一种东西 对对 装了一条假的血管 我告诉你 这个血管会让他经常胸闷 气喘不过来 对 师父 所以一个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先不要着急 求求菩萨 好好的多敬仰一下 不要什么事情太着急去做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孩子到人间来 是很多苦 而且让你也苦 让你们家里也苦 对 而且你现在家庭并不是太富裕 而且呢 你的家庭呢 会有很多的感情问题 你给你先生 对对 师父 对 所以现在看这个孩子身上有一个小孩 我有流产过一个 现在大家看到了吗 所以要相信啊 你现在把那个小孩超出了几张啊 师父我记录但是忘记了 几十张 几十张有吗 有有超过 四十张有吗 没有 差不多 差不多啊 没走啊 还没走啊 那要多少张小房子 师父 他要五十六张 然后给孩子已经形成的血管的不好 你一定要当心 这孩子如果再过五年后 可能会长血管流的 听得懂吗 你现在让他要吃素了 他现在血管里面不能有任何的脂肪啊 那个沉淀 所以要干净 你记住了 一个假的血管一堵塞就完了 因为人的心脏血管会随着年龄长大 他会扩张会收缩的嘛 但是血管硬的 他不会扩张的 等到他长大之后 要这个手术拿掉 再重新给他装一根的 所以这个孩子有的是口头人 听得懂吗 对医生讲 他一直要动手术到长大为止 看见了吗 现在你们知道卢医生厉害了吗 卢医生啊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帮这个孩子 头发剃的短一点 好 好吗 好 不要太长 长的话会倒霉的 好 男孩子的头发太长会倒霉的 好 所以烦恼太多 这孩子呢这样 13岁之后会 他现在几岁啊 9岁 他到13岁之后会好转的 感恩师父 感关心不上 还有 你脾气不要太倔 好 你现在不好意思问你一句 你跟你老公现在还没有这样吧 自从念经之后好很多了 过去要差点这样 对 对 你要咬咬牙 吃点苦 好 为了孩子也好 为了学佛也好 要能够承担一些苦痛 以后今后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好 你一定要好好念 好 感恩师父 师父我想问 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790 790 好 那要放生多少条鱼 先放2200条 2200条 好吗 好好 我去年有许愿说到今年为止要放10千块钱的预约 你要许愿说以后孩子好了 好 要现身说法 好好 我一定会现身说法 好吗 好了 好 感恩 那么大十二杯酒 救难广大灵感关心菩萨 感恩卢俊宏台上师父 感恩 感恩 感恩